连日来,福建部分台资企业开始逐步复工 同时防疫、复厂、措施并举 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厂 2月13日,记者来到了扎根福州近30年的台资企业 福华纺织应兰有限公司实地采访 生产车间内,机器声轰鸣 工人们按照企业制定的防控方案有序上岗 戴着口罩在生产线上忙碌着 有一些员工他们在春节没有返回到老家 那再来再加上我们福州地区的员工 还有一些福建省内的 然后他们已经在春节初级已经提早返回 那么也达到这个防疫的规定要求14天之后呢 我们同意他们来我们公司来开工来上班 那目前呢,总体来讲大概是 到岗的员工大概是原本的30%到40%这个范围 那因为目前省外的员工还是没有办法回来 那有的回来之后 我们要求他们在自己的租屋的地方要自行隔离14天 所以说总体来讲 我们要全面的来配合这个防疫的政策 陈一婷告诉记者 正式复工前,她和公司的管理层对所有员工进行摸底 逐一了解员工春节期间的去向及健康情况 产区内也做好了环境消毒、口罩、酒精等物资的准备工作 并对进入的人员进行严格的体温检测和登记 确保疫情防控措施落实落细 每天测量两次的这个体温 那它进场跟出场都要重新再测一次 那每个人都要去追踪 然后关于个人的这个防护用品、口罩 以及这个消毒的这些酒精 那我们都提供 让我们每一个员工都能够健健康康来到这边上班 上世纪90年代初 福华纺织在福州静安区福马路附近落户 成为福星投资区首家入住台企 1997年,刚大学毕业不久的陈一婷来到了福州 跟着父亲陈建兰一起打拼 如今,陈一婷还是福州市台协会的会长 近段时间,她每天都在关注着疫情 这场疫情防控主机站也让陈一婷十分感动 陈一婷表示 疫情发生后 福州市台协会的会员们也积极捐款捐物 同心协力,抗击疫情 台资企业的会员共同来爱心捐款 总金额呢,目前大概就是在七十万元左右 那虽然说金额不是很大 但是我们让每一个台资企业 每一个台胞都能够参与到这里面来 大家都共同来献爱心 共同来努力 记者了解到,从1月28日起 福建省就开展赞敏台胞台企数据抹牌工作 每日报告健康状况 同时,第一时间公布全省各地台港澳办应急服务热线 为赞敏台胞台企做好各项服务 截至目前,赞敏台港澳同胞无新冠肺炎确诊或仪式病例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